云林六青的卖疗厂金船火警 六青其实半年已经第三度大火了 损失出估上百亿元 到目前为止火势都还没有熄灭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张晋敦来带我们掌握 晋敦 好了主播那么卖疗六青的这个火警的这个公案意外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呢 还是持续的在打水罐就当中 那么厂方呢在稍早也让这个媒体进到里头 跟着村民一起来到厂区里头来观看 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形哦 不过呢就在这个车子靠近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 水车在持续的往这个火灾的起火点呢 是在撒水罐就当中 那么现场呢还是一样 窜出了浓浓的黑烟 不过呢就在这个民众呢 是观察到现场的一个情形呢 那么本来是要上到游览车 继续要往前挺进的时候 没想到在上车的时候呢 这个游览车是掉头就走 让村民是相当的生气 来看在车上的一个情形 可以看到村民是相当的生气 原本以为哦 这个游览车还会继续挺进到 比较靠近其后点的这个地方 不过呢这个厂区 似乎是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 所以是准备要把这个游览车掉头 就离开现场 让这些村民是相当的气氛难耐 那么今天下午呢 剧场台塑的高层呢 也会来到了六处这个厂区 来了解一下这个火警公安意外 到底的情形是如何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呢 还是没有让这个村民等到台塑的高层 那么村民呢也陆陆续续在现场集结 要等待这个台塑高层来进行说明 不过火灾到现在已经将近20个小时了 那么火警呢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完全的扑灭 那么现场的记者还会在这里 持续问您守候掌握最新的讯息主播 好 烧了将近20个小时 现在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 我们感谢郡栋持续在这个现场 为我们这个掌握第一手的信息 11台塑六清厂大火烧到呢 让今天的台塑集团的骨架一开盘 这个惨绿哦 跳空下沙 而116清半年就烧了三岁 附近的农民哦 养殖鱼的业者更是气炸了 因为大火释出了大量的化学灰烬 甚至风可是飘啊 飘飘到他们的鱼温还有农田 严重污染了鱼里面的水 鱼池里面的水 看起来就像是墨汁一样 大企业这样子频频出包 但是经济部长施元祥 却是只说很遗憾 六清农民真的气坏了 台湖卖了场大火 让他们的鱼温里的水 变成这个模样 黑妈妈飘满灰烬光看就很恐怖 不管池里养些什么全部遭殃 有够无奈因为看看地理位置 台宿六清卖疗场西边紧邻 长长的海岸线 东边咪咪妈妈有农田和住家 大火这么一烧空气中的灰烬往西飘 颇及沿海养殖余温 如果往东飘到农业区 稻田作物全部完蛋 损失难以估计 更扯的是这么恐怖的大火 从今年二月开始 半年内已经烧了第三次 从云林到彰化至少有六个乡镇受害 政府官员却只有这句话 我们觉得很遗憾 经济部会协调各单位 大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几句话强调经济部只能协调 不是主管机关 政府企业这样的处理态度 难怪台势股价一开盘就下跌 直不住老百姓心头的一把火 中天新闻 张军众 吕翔范馨 于台北海中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